哇 降挡 对于驾驶者来说 勾起心跳的因素有很多种 动力 减震器 驱动方式 但有一种是最直接的 那就是声浪 那些新生事物所没有的 却正是这些老家伙们 最擅长的 对于我来说呢 这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 找一条足够空旷的山路 然后开着车一直跑 一直跑 我相信喜欢驾驶的各位 一定能够理解这样的酣畅 而今天我手上这部玩具 也的确有点奢侈 它是今年2021赛季的F1的安全车同款 阿斯顿马丁Vantage 而且这还是一辆Roster 敞篷版的 这台Vantage Roster它有一个记录 就是说它是目前开盆速度最快的敞篷车 我们在行车过程中 其实等待开盆的这个过程 多少会有点尴尬 因为我们要把速度降下来 然后在后视镜里面看着整个顶棚 就像机器人一样在那变形 然后收进去 对吧 但这台Vantage Roster 它能够做到6.7秒就开盆完毕 所以它尽可能的把你这个尴尬的 等待时间给压缩了 其实呢 敢于拥有一台门车 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因为你要真的自己很努力的 去创造机会去感受它 不然的话你每天在城市里面 能够享受到敞篷风情的日子 真的不多 就像现在杭州已经瞬间 从夏天变成了冬天 非常冷 但是在车里面 其实这种身体温热 头顶有点凉嗖嗖的感觉 还是挺妙的 所以我一定要来山里面 享受这最后一段 还有勇气去享受敞篷车的时间 OK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动力总成 这台40T V8 双卧轮加510马力 来自于AMG 但AMG并没有把最好的M178贡献出来 而是给到了一台 跟C63一样的M177代号的发动机 但其实这个真的不太重要 因为这辆车它是跑车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车身架构 它的发动机在前轴之后 它的变速箱在座舱之后 所以这辆车有一个很理想的 50比50的这样的一个车身配重 加上这整个底盘 真的调得非常的活 非常的运动 所以现在你如果拿Vantage 去跑赛道 你会发现它真的不是 过去传说中的那种 阿斯顿曼丁了 它是能够给你一个 比较漂亮的圈速的 而且有非常好的 人车交互的体验 而且这台车的坐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至于开起来的感受怎么说 真的就是 跑车这种低重心 然后车头指向准 然后人的坐姿也比较靠近后轴 所以我能够很清晰的 感觉到后轴的动态 它的扭矩很大 但它的车轮很宽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牵引力的控制做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高效 所以这台车真的跟印象中的 马丁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台很聪明的车子 很德国的车子 这个感觉 对于一个德系控来说 它有我熟悉的部分 又有一点点英国人的那种 骚动的感觉 喜欢 更多的时候 我们在享受的是这种节奏感 以及这台车的声浪 发动机来自于AMG 但它的调校会比AMG显得更加的高亢一些 会多了那么一点点怒吼和愤怒的感觉 其实这个对于驾驶的挑逗感是非常强烈的 你们听 哇 太容易出声音了 只要你稍微拉一点点转速 砰一声 刹车降挡 放到现在你也知道很多的车 都没有以前那么好天的声浪了 或者说你要去找那个好天的声浪 它有某一个转速点或者区间 你会变得非常的难去挖掘它 这个年头连法拉利都哑了 但Vantage还能有这样高亢的声浪 哇 这个真的是太妙了 而事实上 在运动的另一面 Vantage是一台非常好的日常代步车 用车这几天我大概要跑1000公里 虽然最入门的模式叫做Sport 但是表现出来的状态却非常的激体 这是一台操控型的跑车 但它日常走街非常完美 在高速的时候则会有点尴尬 敞门车天生的软肋就是隔音问题 加上被耐力P0 这个非常过躁的家伙 120公里每小时巡航的时候 我基本没有办法去优雅的聆听音乐 甚至在和副驾聊天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用很慵然的语调 好了 让我们放下那些理性的评价 因为现在我们并不是在赛车场上 我更多的想跟你们分享我现在的感受 我可以100%的确定 我没有选错车子 这一台Vantage Roadster 它有动力 它是后轮驱动的 可以给我轻微的滑动 让我去控制它 它有声浪 真的很好听 而且又是敞篷的 这种声音变得更加的三维立体 萦绕在我的身边 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而且凉风吹过 哇 这就是敞篷车 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可能像 马丁的客户 他们去买马丁的车子 他们可能并不会非常理性的去分析数据 或者性能 圈速等等 他们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他们要一辆纯正的英轮跑车 他们要的是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现在 Vantage Roadster 哇 强烈的给到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